国人震怒 这家伙在大陆疯狂捞钱 却叫嚣台独 力顶蔡英文 自蔡英文上台以来 台独政策就弄得天怒人怨 尤其是最近大陆开通M503航线之后 蔡英文竟以大陆没有和台湾协商为由 汉然停掉两岸春节加班客机来进行报复 弄得很多台商无法回家过年 受到了台商的一致谴责 但是 却有这样一个在大陆赚钱赚得很赢缝满的台商 拿住在大陆赚了钱 为台独蔡英文摇旗奈喊 这可以说是犯了重怒了 今天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个赚钱砸锅的家伙 这两天 拒绝两岸春节包机 弄得台商有家难回的蔡英文竟然舔住连举办台商新春联谊会 并且她还亲自出席 又说动员台商回台湾兴奔企业 振兴为米不振的台湾经济 然而 很多知名台商都没有给蔡英文面子 北京 上海 厦门等台商会长都没有参会 就连去参加的台商也是寥寥无几 但却有一个台商 不但高调参加蔡英文的活动 还力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为蔡英文摇旗奈喊 这个台商就是台湾福珍金属志管集团董事长 张州台商协会名誉会长李荣福 在高调参加蔡英文新春招待会的时候 对蔡英文蛮横拒绝大陆加班机 造成台胞回家困难的政策 身为长期在大陆的台商李荣福 对蔡的领导领导领导师时而不见 却无条件地支持蔡英文 表示 她 蔡英文 既然当任我们总统 只要她做的任何决策 我们一定要全 尽最大的努力去支持 看到了吧 在大陆疯狂赚钱 却无条件支持蔡英文的台独政策 为蔡英文保驾护航 变形地吃住大陆的饭 赚住大陆的钱 却砸住大陆的锅 下面 就带大家深挖一下这个台商会长 说李荣福的名字可能很多网友不太熟悉 但如果说到王老吉良茶 椰树排椰汁 鹿炉杏仁鹿等这些家喻户晓的饮料 大家就不会陌生了 而这些所有的饮料罐装的金属罐都是符针金属制罐制造的 因为享受住大陆对台商的巨大优惠政策 长期以来 李荣福的福珍 制罐在大陆做的风生水起 每年约克生产12亿8千万个铁罐 一直占据着中国制罐企业的头发交椅的位置 是行业里大名鼎鼎的制罐大王 除在漳州之外 李荣福还在山东济南设有分公司 王老吉良茶 椰树排椰汁 鹿炉杏仁鹿等中国饮料名牌企业 都是他的主要客户 可以说 大陆消费者每买一份上述的饮料 就有一份钱轻松进了李荣福的口袋 一边享受住大陆的各项优惠政策 长期在大陆大把赚钱 却明目张胆地支持蔡英文的台独政策 在广大台商同仇敌忾 反对蔡英文的在M503采取的政策之时 李荣福的表态让台湾绿媒如阔之宝 纷纷带四报道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获得台商的定力支持 消息传出 大陆网友彻底愤怒了 点击看大图 在蔡英文上台指出 郭台办就严正声明 我们绝不允许少数人一面在大陆赚钱 另一面却支持 台独 分裂活动 破坏两岸关系 近几年来 在两岸网友的齐心合力围剿之下 先后将台独作家九把刀 台独艺人代理人 徐若轩等一批在大陆疯狂捞金 却支持台独的台独艺人赶出大陆 就在这时候 这个在大陆赚的品银钵满的台商 李荣福却跳了出来力挺蔡英文 一个在大陆疯狂赚钱的企业 都这么不顾忌大陆的感受 大陆该教教他怎样做人了 郭台办发言人安风山 资料图片 郭台办今日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问 根据报道 日前张州台商协会荣誉会长 在台湾出席活动时 接受采访表示 会尽力支持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决策 有大陆网友指出此人事 撩命台商 张州台商协会现任会长就此事公开表示 只要民进党当局不承认 九二共识 大陆的台商就不会支持 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安风山回应称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 同时也注意到了现任张州台协会 掌救此事所做出的正式表态 安风山指出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十分明确 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在大陆投资兴业 发展 但同时我们也绝不允许少数人一面在大陆赚钱 一面却取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 话题 一面在大陆赚钱 一面却取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 对于这样的两面台商 我们是否该有所动作 抵制甚至是惩罚 欢迎大家留言来说说看